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学 继续为您解读俄乌战争局势 沃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损失780名士兵 被摧毁32门火炮、10辆坦克和21辆装甲车等重装备 过去24小时,双方战线没有明显变化 只是在巴木特方向,俄军推进至了伊万宁弗斯克市中心 也就是向前200米的样子,克尔松方向 俄军继续进攻克林基桥头堡阵地 仍然被打推,有些俄兵倒下变成了肥料 有些装甲车化作了肺动烂体 同样在这里,乌军使用了美方援助的吉达姆导弹 成功击中了俄军指挥所 乌韩之声报道,前俄罗斯格鲁乌军官 因为不再对俄当局抱有幻想 选择弃暗投名,率领部下,与乌军并肩作战 该军官指挥的士兵现在编入了俄反中武军之一的西伯利亚营 从面孔上看,这位军官也是亚洲面孔 应该也是来自俄罗斯的亚洲部分 3月2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宣布免去奥莱克西丹洛夫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 该职位由曾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 亚利山达利特·维年科解任 戴尼洛夫被解职的原因应该是大嘴巴 口不择言给乌克兰带来负面影响 这位戴尼洛夫 这位是利特·维年科 2004年金球奖得主曾经效力过AC米兰和切尔西等豪门球队 有乌克兰核弹头称号的舍弗金科 也以乌克兰总统特别顾问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他的职务主要是负责统筹各方的捐助给军队的物资 这是舍弗金科看望前线乌军官兵 在联斯基总统视察苏美 看望另一家军医院受伤的乌克兰军人 并参观了第117独立国土防御旅的指挥所 泽连斯基还访问了一所学校 与青年们展开了交流 即法国防长宣布 将乌克兰提供78门凯撒自行榴弹炮之后 德国国防部乌克兰事务中心负责人 克里斯蒂安·弗洛伊德将军 3月27日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 德国将在未来几年内 从德国联邦国防军库存中 提取一万枚炮弹转移到乌克兰 路特社消息 由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设施 导致俄罗斯成品油产量下降幅度接近20% 即俄方宣布3月1日起停止成品油出口之后 俄罗斯国内的石油供应再次出现短缺 俄方宣布从白俄罗斯加大石油不进口 炼油行业遭受的重创 已经让俄罗斯从成品油 净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 看来乌克兰早对了打击方向 袭击炼油设施 俄罗斯的钱袋子漏了 就很难打下去了 一个以油气出口为主要的创汇收入国家 竟然有朝一日也能变成石油进口国 果然是某些人嘴里说的越打越钱 接下来才是亮眼的东西 俄罗斯方面证实 以下银行已经开始拒绝接受俄罗斯方面的付款 平安银行 东莞农商行 深圳农商行 昆山农商行 广发银行 浙商银行 以及包括工行 农行 建行 中行 在内的四大国有银行 当然 俄方还特别提及了 以前最大的卢布结算银行 筹州商业银行 已经停止该项目的业务 瑞士银行也开始关闭俄罗斯人的账户 双重国籍拥有者 如果持有俄罗斯护照的 其账户也将被关闭 几名保留俄罗斯护照的以色列公民 已经被拒绝开设账户 我在上一篇视频中说过 在没有十足证据的情况下 俄方指责乌坎人参与恐袭 不是明智之举 指责一个国家对别国无辜民众 实行恐怖袭击可不得小事 这样做既败人品 又会让自己陷入孤立 俄的行为很容易让人判断出 俄将越来越危险 形势越来越没下线了 对这样的团伙 最好的选择是离他远点 得到多助吃到寡重 俄罗斯正在用活生生的事实 把这个道理演绎给世人看 我相信俄罗斯也一定会用 活生生的事实 把多行不易避自避 这个道理也演绎给世人看 昨天美军驻欧洲部队前司令 霍吉斯总将表示 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的攻击西方国家 这将取决于西方的团结程度 是否准备好应对俄罗斯的进一步的入侵 霍吉斯的分析有道理 如果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俄罗斯对外扩张能力就会增加 乌克兰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4000万人口 这些资源足够俄罗斯连年发动战争 俄罗斯必须失败 他们在乌克兰达到目的 就会对其他欧洲国家入企 在欧洲达到了战争目的 其军事能力就会迅速膨胀 下一步还会对别的州进行侵犯 如果想免于俄罗斯的侵犯 就应该支持乌克兰将俄罗斯人赶走 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 那就是大脑有问题了 霍吉斯指出 北约必须为俄罗斯的袭击做好充分准备 并评估冲突升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他认为俄罗斯并不愚蠢 如果他们在乌克兰取得成功 那么他们可以在三到四年内 将战争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俄罗斯要想达到这些条件 就必须改变很多事情 来提前做准备 因为俄罗斯担心北约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 只要美国不背弃欧洲 也不要背弃乌克兰 俄罗斯就会认为北约正在准备 应对他们的下一步侵略 霍奇斯认为西方盟友应该帮助乌克兰 赢得工业竞争 获得更多弹药和装备支持 同时加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后劫能力 如果西方能够做到这些 乌克兰将能获胜 德国情报部门也给出了同样的分析结果 俄罗斯在未来五年内将军事力量增加一倍 其目的就是在不久的将来 对北约国家发动攻击 德国情报部门给出的结论是 普京可能会从2026年起 攻击波罗的海和芬兰等北约国家 美国战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 普京已经开始准备对北约进行军事侵略 俄罗斯正在大批征兵 试图将这场战争升级 现在的俄罗斯尽管也清楚 在乌克兰失败是必然 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撤军 这场战争是在克里姆林宫桌子上计划并实施 战争失败会被追责 就算国际法庭没有将发动战争的人抓捕到岸 俄罗斯也会追责 所以战争就会继续耗下去 直到俄罗斯被彻底拖垮 或许俄罗斯内部爆发问题 阻止了这场战争的延续 埃萨尼亚总理卡拉斯在接受BBC采访时说 欧洲国家不要害怕俄罗斯的核威慑 对俄罗斯的恐惧只是自己吓自己 这话说的没问题啊 你越害怕自己的对手 对手就会越猖狂 你的决心超过了对手的决心 对手就需要考虑后果 历史上从没有忍耐得到尊重的 反而纵容了对手的进一步侵犯 侵略者的脚步 不会因为被侵略者的屈膝而止步 就拿乌坎来说 他们如果一开始就不反抗 现在的俄罗斯边界已经到了利沃夫了 正是他们的无尾精神和惊人的战斗意识 今天的基辅上空才飘扬着乌坎的棋子 俄罗斯才天天喊着谈判 现在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团结 一些国家害怕俄罗斯 尤其是距离俄罗斯比较远的欧洲国家 还是认为战争离他们很远 认识不到危险已经到来 欧洲国家中有几个搅浑水的 但事实证明他们自身都有问题 老百姓不断对他们表示不满 他们的行为很非常 3月27日 匈牙利外交和对外经济关系部长 夏尔托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程 对我们来说很明显 我们需要与俄罗斯领导人保持联系 夏尔托认为 匈牙利必须开放沟通渠道 否则未来和平的机会就会减少 匈牙利希望2024年 俄罗斯石油供应量保持在2023年的水平 夏尔托强调 他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能源副总理诺瓦克和工业和贸易部部长 曼图罗夫保持联系 俄罗斯永远不会接受对俄罗斯核能的制裁 匈牙利愿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 在核能领域合作的桥梁 就在前一天 要求欧尔班和总检察长波尔特 辞职的示威游行 星期二晚上在布达佩斯举行 数千人手持火炬 从总检察长办公室游行到议会 并在中央广场举行集会 这一行动是在前政府官员 彼得·马迪亚尔组织的 群众公开的指责当局腐败 组织者马迪亚尔还公布了一些录音证据 录音中 时任司法部部长的瓦尔加 讲述了欧尔班助手安塔尔 罗根试图销毁沃尔纳 沙裔案件的部分证据 前司法部国务秘书帕尔沃纳 在2022年被指控 收受前法警局局长 乔治·沙裔的会论 3月26日 匈牙利前官员马迪亚尔作为证人 在检察官办公室作证 然后组织群众示威 要求尔尔班辞职 沙裔等几个国家近期都出现了民众游行示威 从沙裔这些消息来看 也就不难理解 他们为什么亲俄了 莫斯科音乐厅袭击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的说法越来越遭到质疑 尽管俄罗斯说是乌克兰参与了这次恐怖袭击行动 伊斯兰国也公开承认是他们所为 但伊斯兰国原本就是恐怖组织 破嘴乌鸦吃小鸡恶名在外 他们的公开承认也不完全可信 细心者发现 音乐厅袭击现场一次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成员 并且在袭击发生时保持的很淡定 通过俄联邦安全局对嫌疑人的抓捕行动 释放出来的视频 人们发现现场的那名男子就是俄联邦安全局成员 我的眼神有点不好 大家比对一下 遭到恐怖袭击的音乐厅旁边 就有一个检察总部 据俄罗斯的说法 恐怖分子的袭击行动从20点开始 20点13分逃离音乐厅 20点25分音乐厅大火开始燃烧 21点07分 俄罗斯警察才赶到现场 路上堵车了吗 3月26日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 罗卡申科当天表示 普京曾打电话请求卢上校帮助 希望关闭俄白边境以阻止嫌犯进入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则加强了安全测试 只得嫌犯的最终朝俄乌边境方向逃窜 对于外界针对普京 在事发后十几个小时才发表讲话的批评 罗卡申科透露事实上 普京和他为了应对此事件 整整24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罗卡申科的采取措施 阻止嫌犯逃往白俄罗斯的说法 正好打脸了克里姆林宫的说法 尽管极竟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恐袭事件负责 但俄方认为嫌犯与乌克兰有重大的关联 罗卡申科明确表示 他们不可能到白俄罗斯 因为在最初的几分钟里 就像在俄罗斯一样 部分地区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我们也是如此 罗卡申科实话实说 普京曾寻求他的帮助 阻止嫌犯进入白俄罗斯 普京问 你会帮我关闭俄白边境吗 罗卡申科说 我当时回答 我会的 我们什么都做了 这就是当时的对话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掉头朝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的那部分去了 白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 揭穿了普京指控乌克兰的谎言 俄罗斯称 白通设已被俄方列为外国代理人 罗卡申科的言论 与莫斯科的说法相悖 他的说法是反驳了克里姆林宫的说法 俄罗斯为了抢乌克兰的地儿 已经发疯了 达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 任何道理都听不进去了 唯一能够听懂的 就是乌军打击俄罗斯侵略者的炮声 西方俄罗斯也没有什么可谈的 多项乌克兰援助武器比什么都实用 美联社26日报道 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努称 法国将很快向乌克兰移交78门凯撒榴弹炮 并增加炮弹供应 勒科努说 法国乌克兰和丹麦已经达成协议 为凯撒15毫米自行榴弹炮提供资金 法国还计划今年向乌克兰提供8万枚155毫米炮弹 而自2020年2月24日俄乌开战以来 法国已经提供了3万枚 法国已加入了捷克的倡议 从欧盟以外国家为乌克兰购买弹药 此外 法国DELAIR公司与乌克兰签订了一项合同 将乌克兰转让400架US11和DT26侦察无人机 法国在美国援助没有通过的情况下 扛起了援助乌克兰大旗 马克龙带动了欧洲国家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 近期能够发现美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少了 法国成了援助乌克兰的主要新门地 这就是马克龙的影响力不断的提高 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受援武计划不能通过而减弱 美国国会山报刊文 美国方面呼吁乌克兰 不要攻击俄罗斯燃厂是极其荒谬的 不应该将油价置于乌克兰人的生命和主权之长 文章称 二战期间盟军于1942年开始轰炸德国燃厂 一直持续到1945年 德国的燃料供给出了问题 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章批评美国当局 没有向乌克兰援助赢得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弹药 使乌克兰的抗战陷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工作 节目最后肯请宽一个朋友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俄乌话题日趋的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肯定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人码 进行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